水瑩 你還沒講話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膚淺 所以像這種理論性的東西 我都不太懂 但是因為有這個預言 然後我也聽到 正好最近我有一個機會 然後到一個印第安的部落 那雖然他們不是馬亞族 在新墨西哥州 但是他們是一個人數非常少 而且他們是以清貧 作為他們的指導原則 就是絕對不開賭場 一般我們想到印第安部落 就是藉著他的這個 困書的執照 然後就去開賭場 那可是他說他們不是 這一組叫做Hopi族 那我就有問他們說 他們的傳統是什麼 他說的也是一樣的 這個太陽紀的說法 他說我們現在活在 所謂的第五太陽紀 那我就說那你們之前是什麼 他說他們相信他們是 這個第四世紀 太陽紀毀滅的時候 他們唯一剩下來的一群人 那那個時候毀滅之前 出現了一個天梯 然後他們最後剩下來的這一群人 就爬著這個天梯 到了第五世界 到第五所謂的太陽紀 對然後就是這個新的世界 然後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片黃色 梯子在哪裡 他說這個就是要 最後才會出現嘛 那這個就很神秘 清墨西哥州 然後就會 對對對 但是那個是上一個太陽紀的 所以下一個太陽紀 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他就說那個時候 然後他們那個神就告訴他們 你要他給他們的祖先 剩下最後的幸存者 四樣東西 就是一罐水 一包種子 然後一根木杖 好像就只有三樣東西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梯子啊 沒有梯子本來就做好了 他們爬上去以後 梯子就沒有了 他就說你們就只能 靠這三樣東西來生活 所以他們即使一直到現在 他們的農業 就是用這個木頭 去在地上挖洞 種子 然後把這個種子種進去 然後接著澆水 那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世界會毀滅 其實不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人的貪欲 他怎麼貪呢 就是他們要保存 世界上最古老的種子 就是他們祖先 交給他們的種子 就是沒有基因改造的種子 他們說因為基因改造的種子 現在也看到有很多問題 就是比如說病蟲害的問題 那所以植物 生物多樣性的問題 所以一旦這些 作物全部毀滅 一夕之間 大家都沒有吃的時候 那現在不是有所謂的 種子銀行嗎 他們在部落裡面 他們就是扮演 保存最古老種子的角色 他們這些種子 是完全沒有經過基因改造 他們是可以讓它 繼續到下一個太陽季 繼續生存 一張通行證 聽起來 他們有什麼準備嗎 他們就覺得 他們就是要堅持 他們的清貧的生活方式 不可以受到外界的引誘 去開賭場 去跟外面的世界融合 去跟外面的世界融合 那個貪念不要起就對了 對 問題是 那個種子不是說 我留下來 放個十幾年二十年 它仍然可以種的 不可以 你大概今年的種子 明年種 它每年收啊 每年收 每年要育種 對 假設說你中間隔了三年四年 你這個種子再種 它都不會出來了 因為它裡面的 種子外面包了一個殼 裡面的那個核 乾掉就不能種了 它一定要濕潤 它才能種 這是很科學的辦法 所有古老的文明 古老的種子下來 就是根據這個理論下來的 我今年種 我到芒種的時候 我就要收割這個 把它拿來當種 是李伯伯這跟那個 印第安人沒有衝突啊 沒有 他們幾代就一直保留 而且他們的種子 其實沒有別的 不是說 我們種一百種東西 每一種都留一斤這樣 它其實很單純 就只有一種玉米 而且它那個玉米 就是紫色的玉米 說在那個中國的太和殿裡面 那個龍座的旁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它有一個象的 大象座的瓶子 那個叫太平有象 其實那裡面 原本就是把每一年 每一年當時當地最好的種子 是存在那個肚子裡面的 所以我想說 那個印第安人那個方法 它可能也是有這麼一個儀式 把每一年最好的種子 就放到那裡面去 那即使現在 像他們在北極 就是以瑞典為主 他們的種子銀行 他們也是 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這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的保存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能跟氣候也有關係 我想 不過我講實在話 我小時候種的 那個什麼 那個木瓜 對 都很大很漂亮 對 現在木瓜 你仔細去看鄉下 都要搭那個網子 搭網子 搭網子 因為要不然怎樣 要不然一氣笑 對 就用台語講叫氣笑 那個樹會封掉 封掉以後 那個木瓜長出來的 木瓜就不能吃 這樣 雖然都有長木瓜 但不能吃 我說我小時候 都沒有那種狀況 現在因為 你剛剛講的 基因改造 以前它的植物 一定要長到什麼年限 才可以結果 比如說我種一棵橘子樹 大概第一年長多高 第二年長多高 第五年才是收成的時候 現在不是 我第一年種下去 第二年就可以收成了 現在 對 所以有一種可能的毀滅 就是說我們的農作物 的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大的一個災害 或者是什麼 造成糧食很大的一個短缺 這其實也是 最近很多人在擔心的事情 現在世界糧食 是已經不足以養活地球人了 當然是 它有一個貧富不均的一個問題 可是真的不夠養活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因為你看 有什麼2012重生預言 或者是有關於2012毀滅的事情 你知道現在人 有些人就是 我們是還好 可是有些人是比較 對很多事情是很 他會很執著的 你知道嗎 對很多預言很執著的 那個人他就會生命 生活真的受到影響 有一個2012年42歲的人 他前一陣子去算命 就算命師跟他講說 你42歲以後就沒有資料了 他回來就堅信 2012一定是世界滅亡 可是我們想 也有可能他2012會出個什麼事 可是他就認為這一定是世界滅亡 我在友台做一個 2012的世界末日的預言 後來我被一通電話抗議 把我笑死了 因為我以為他要抗議我妖言獲重 因為那天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了好多災難 或什麼那樣 他抗議是說 因為他好不容易花了6千塊去算命 那個算命的跟他講 他2011年開始走大運 我們一直在講 2012年世界就要滅亡了 所以他只剩一年 他覺得他好不容易等到 人生唯一一個大運 為什麼我要一直在電視上面講 2012世界要滅亡了 不會 人生在最璀璨的時候結束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你知道我們做這種2012 我們都認為是一個訊息 也是一個話題 可是對有一些心理狀態 會想法不一樣的人 他竟然會受這種事情 正經八百來跟人抗議 對 來抗議 我就是要抗議我妖言獲重 結果不是抗議說不能講2012 你存幾年大運 但是2012年有幾個現象是會發生的 第一個我們的人口會增加到70億 現在多少 對啊 現在67億 地球最適合人類居住的人口數 據說好像是20幾億而已對不對 對 20億 1950年代那個時候的人口 20億 20億是最好的人口 中國說是4億5千萬人 美國也才2億多人 那整個世界看起來 我們糧食也夠 土地也夠 水也夠 但是到了2012年 真正的我們人口是增加到70億的話 第一個缺的就是水 糧食啊 糧食也是很大的問題 對 第二個就是糧食 我們過去的存糧是81天 世界的存糧 就是存夠這個每個人用的糧是81天 現在剩下57天 但是糧食顯然不足嘛 當你的人口增加 第一個要增加的是什麼 要增加土地 要去蓋房子你要住嘛 把原土地地球之後就這麼大一塊 我人口增加了 我是不是跟耕地去增地 耕地減少 所以耕地面積減少 耕地面積減少 用水增加 對不對 那耕地的用水不足 這是兩個最大的一個現象 很快的就會到來 再加上我們氣球暖化成這個樣子 假設2012年是一個年限的話 是一個來日不多的話 只是那個二氧化碳增加到一個限度 讓我們地球的溫度衝破那個點 就是兩度的點 假設衝破那個點的話 2012真是災難來臨 會有什麼災難 我其實覺得根本現在是 是一個很極端的一個狀態 叫心理M型化 然後現在已經有一批人在練 怎麼樣用呼吸吸取能量 也就是可以減少糧食的需求 另外一個就是在體制上的一個 結構上的處理 就是說其實要注意糧食的分配 有的人是吃到太多吃到撐 有的人是有東西可以吃 你看吳先生對不對 其實他應該是說現在這個時候 對於2012來講 為什麼有人會命看不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轉換 真的有人命看不到 真的有啊 我書上就有提到啊 就是那個另外一個作者 張誠的朋友 就是命看不到2012的部分 是12歲 這是書上提到 真的啊 真的有 但這個東西就是 有的算命他看不到 那個那麼巨大的轉變之後 他就沒辦法跟你講說 你的未來是什麼 也就是說其實2012真的是 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2012年應該不要講說 世界末日或者世界毀滅 而是說它是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改變 對應該這樣講 因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以來 我們有記錄的世紀以來 人口太多的時候 就會有瘟疫 就會有戰亂 就會有洪水 就會有一些自然淘汰 就淘汰一些這個 人家叫四者生存 就是不適合這個地球上生存的人 把它淘汰掉 有這種可能 但是至於說是 什麼東西來 它會用巨變的方式來淘汰 只是那個巨變的方式 我們現在很不曉得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如果躲到金字塔有用嗎 可能有用 真的嗎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的嗎 那你自己叫什麼 你帶我們去 對我才剛回來